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谈到了东突厥斯坦 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穆斯坦法达斯提及 评估2018年的事态发展时 强调东突厥斯坦人民在期间遭受了文化种族灭绝和童话 他说 我希望2019年成为东突厥斯坦的这一年和自由年 作为大团结党 我想说我们和他们一起呼吸 我们和他们一起生活 马来西亚决定继续与中国合作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 他之前决定推迟200亿美元铁路项目可能会继续进行 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的中文《新洲日报》的专访中指出 他们一直与中国官员就东居铁路项目的命运进行谈判 但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云南强拆情侦寺 中国继续在全国各地镇压总角 云南卫山县永建镇三座情侦寺不久前被当地政府查封 中国云南省的西南地区 中国当局确认三个情侦寺关闭 但博回关于人被捕的指控 绿山县宣传剧称 因非法崇拜关闭的情侦寺采取了必要措施 中国绍江扬言击成美航母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绍江罗元称 我们击成他一艘航母 让他伤亡5000人 击成两艘伤亡一万人 他说中国可以沉没两艘美国航空母舰 来结束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冲突 但他警告说可能会造成一万人死亡 中国开始建造巴基斯坦钉口的军舰 作为邻国兼防务协议的一部分 一家中国公司开始建造一艘出口到巴基斯坦的军舰 根据邻国之间的防务协议 中国已经开始建造一艘出口到巴基斯坦的高技术军舰 根据中国日报引用国家传播工业集团公司的报道 这艘船的建造是于山海的湖东 中华造船厂 它是中国最先进的战舰版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